诶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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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昌州来的神医 喜莱勒 这恐怕是喜莱勒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他的名声在京城里家喻户晓 把皇宫里的第一代妇王太医都比下去了 成为了人人敬仰的神医 上期视频咱们说到 竟王爷女儿得了一场怪病 吃遍了天下的良药 请遍了天下的良药 不仅没有见好 反而逐渐病入膏肓 后来经过王太医的诊治 格格直接昏迷不醒了 王太医是慈禧太后眼前的红人 更是皇宫太医院里的老大 他自然为自己的医术天下无敌 天下第一 可是他没能看好格格的病 反而让乡下郎中喜莱勒轻松治好了 此时的王太医感觉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 更不好意思面对喜莱勒 此时的竟王爷在家里大白酒宴 一是庆祝女儿好转 二是对喜莱勒的答谢 全京城的达官显贵都到场了 喜莱勒风光无限 这个人一句好听话 那个人一句奉承话 还有过来拍马屁的 徒弟得福非常羡慕师父 师父现在功成名就了 可是自己跟着师父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希望也能在人前露个脸 混个眼熟 就让喜莱勒也在人前夸赞一下自己 不希望自己像个木头一样处在这 德福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要是因为德福看上了格格的丫鬟瑞欣 他想在瑞欣面前表现一下 毕竟男人都喜欢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出风头 让女孩子也能关注到自己 此时鲁正明也给喜莱勒道谢了 说喜莱勒真的是太给自己长脸了 毕竟喜莱勒是自己从乡下请来的 自己的眼光果然没有错 自己真的没有看错人 你这匹千里马被我这位伯乐发现了 人人都夸赞我请来了大人才 两个人进行了一波商业互吹 王爷在酒席上发现王太医没有参加宴会 就三番五次地叫人去请他 王太医感觉自己的脸面都丢尽了 去吃饭的话肯定会遭到别人的耻笑 自己说什么也不会现身 他的手下卢中反倒这样开导他 既然您在官场里边混 那就得脸皮厚 要不您还混一身 满朝的文武大臣又想升官 又想出人头地 还想着暗中发点小财 如果脸皮不厚的话肯定不行 有些事情就是要不以为然 脸皮薄了在官场上混不下去 所以就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但是坏事变好事又该怎么做呢 卢中给王太医举了一个例子 曾经在京城有这么一家地主 地主的女儿风流成性 就跟家里的仆人勾三搭四 结果不小心把肚子给搞大了 地主知道后把女儿痛打了一顿 结果下手中了些 把女儿给活活打没了 眼看丑事就要败露 可是地主灵机一动 把跟女儿油染的仆人们 全部送去见官 还说女儿就是被这些仆人强迫 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自荐而亡 官府老爷见如今适风日下 竟然有这样的忠贞烈女 这样的女子才是当代杰出代表 于是给地主的女儿赐了贞结牌坊 并且赏给了地主家五百两银子 结果地主是又得了名又得了利 这不就是典型的坏事变好事典范吗 在官场里面 您必须见风使舵翻云覆雨 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甭管多没面子的事 只要您自己不觉得海扫 就没人笑你 虽说王太医现在落于喜来乐的下风 也可以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 当初王太医在治病的时候 给哥哥吃了很多名贵的药材 用的治疗方法路子都是对的 如果没有他前妻的铺垫 喜来乐是没有能力治好哥哥的病 到时候大家伙还得把您夸赞一顿 认为您和喜来乐的功劳一样大 有些事情就要不择手段 就要厚着脸皮去做 这个时候大家伙就会认为 您的做法很对 就会认同您的观点 就没有人再会说三道四 王太医心想炉中说的在理 如果自己不去参加宴会 反倒承认了自己心虚 承认自己既不如人 在官场上哪怕输 一千次也不要紧 最怕的就是输一次就承认了 以后就没有人能看得起自己 还不如大大方方前去热闹一番 就会改变所有人的观点和认知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以后有的是手段整治喜来乐 他一个小家雀 还能逃出王太医的五指山吗 以后慢慢地折磨他 收拾他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此时的喜来乐正被敬酒呢 做一杯又一杯的 大家伙把气氛烘托得很到位 也表现出了对他极大的尊重 夸他是话托在世 称他是扁鹊在线 以后大家伙有什么事情 还要托他帮忙照顾 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不舒服 也要请他帮忙诊治 大家询问喜来乐是不是有什么 妙手回春的好方法 究竟是如何治疗好格格的病 把其中的奥妙说出来 让大家伙听听 喜来乐原本是想清虚一点 可是架不住大家热情难却 他只好表现得勉为其难 分享了自己治疗的手法 所谓法无定法 治无不治 并无常行 衣无常方 药无常品 药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呀 学医之人 只要是我学活用 方能得神医之妙呀 就在喜来乐侃侃而谈的时候 王太医也慢慢地来到了人群中 听从着喜来乐在这分享治疗的经验 还夸赞喜来乐一席话 让人醍醐灌顶 毛色顿开 以后自己也要不耻下问 多跟喜来乐学习 变着法子地调侃喜来乐 这个时候 王爷生气地说 要把王太医的眼珠子 抠出来当泡彩 王太医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王爷如此地生气 王太医的下场和结局 又是怎样的 还能活着走出敬王府吗 咱们下期继续揭晓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视频创作不易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分享加关注 您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咯 们下期再见